政府期望下屆立法會完成基本法的第23條立法 相信近來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任何場合都應該會說說23條立法 讓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 這條法例究竟所含蓋的範圍有多闊有多廣 鄧炳強接受傳媒專訪的時候 就有被問及到蝕取國家機密罪 會否能否確保記者某程度上得到豁免呢 他的說法就是任何人面對法例都是公平的 不會因為身份職業獲得豁免 在大原則上這個說法是說得過去的 因為的確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不是某個職位就會自動地得到豁免 但是在這個議題的方向上面 鄧炳強的說法 和當年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的取態是有少許分別的 葉劉淑儀在2003年2月12日在立法會 就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發言的時候 有這樣說過 他說公眾在諮詢期裏提出了意見 認為未經授權取得受保護資料 所含蓋的範圍是太闊了 他舉例 新聞工作者未必每一次都可以核實到提供資料的人 是否已經獲授權 亦都因爲這樣 政府當時就決定 將有關的範圍更加精確地來定為 透過違法取攬 取得的受保護資料 只是限於幾項指名的刑事罪行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當年新聞界要求法例有一個公眾利益的辯解 一個public interest defense 而這個取態亦都有被反映在草案當中 雖然現在大家真的還未看到 究竟鄧炳強口中的23條 竟是下賭採取國家機密有沒有保障新聞工作者及 新聞自由的條款 但從局長口吻上來 就不一定會有當年葉劉淑儀年代23條的比較 現在比較起來一個寬鬆一點的處理 老實說 鄧炳強說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沒錯的 這是一般的原則 但問題就是在草擬制定和實施法例的時候 都需要顧及一些具體的情況 基本法和國安法都好 都是定名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保障 所以政府制定法律的時候 都是有責任去體現這些重要的原則 如果不是的話根本就沒辦法落實國安法 傳媒報導的時候 很多機會都會涉及到一定的保密資料 例如近期的潘多拉文件 Pandora Papers 傳媒都是基於公眾利益去披露的 來監察當權者 究竟有沒有涉嫌濫權 或者是以權謀私的 有關的資料是沒有涉及到一些保安的情報 一些防衛國家的情報 國際關係 犯罪和刑事調查 傳媒其實不是要求要有個特權 或者是超越法律 不受法律規管 而是政府制定法律的時候 是必要兼顧言論和新聞自由的保障 現在唯有希望局長在草擬這條法案的時候 能夠堅守這些原則 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表示 參考2003年的立法過程 即使政府到後期提出了很多豁免和讓步 但大家都仍然有憂慮 而政府一直沒有說清楚什麼叫做國家機密 他說2003年到現在已經有18年 內地對國家機密的定義仍然不清晰 包括疫情和經濟數據都可以被視為國家機密 他的說法和我一樣 都是說記者不是要有特權 而是因為記者是有專業知識 對社會的了解 透過拿到的資料向公眾報導 所以才需要有一個豁免 強調如果記者是亂來的 都會受到法律規範 陳朗星就認為 政府要說服全世界和全香港的市民 在23條立法之下 是不是仍然有新聞自由 除了蝕取國家機密罪之外 鄧炳強局長 又準備在23條加入間諜罪 是不是很刺激呢 間諜罪呢 鄧炳強接受有線電視專訪的時候 說2019年已經有間諜活動了 他說在一宗控告 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裏面 大家去想一想 有一名外國前特務的人士在傳媒機構幫黎智英手 如何籠絕他們危害國家安全 這件事顯露得很清楚了 不過我們看回李宇軒 承認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的這宗案件裏面 八月控方披露的案情 就只有提及黎智英和他的助手Mark Simon 是團隊的幕後主導 金主和最高級的指揮 就沒有提及前外國情報人員的 可能有些內情我們還未知道也未頂了 另外鄧炳強局長 又提及到警員和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的時候 被人辱罵 這樣做法這個狀況是會打擊到執法的 亦都會助長到不守法的意識 認為是要想辦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而立法應該是其中一個考慮的方式 局長說除了警察之外 不只是關心警察 有很多公職人員 包括食環署的人員 在街上執法的時候 都要面對很多艱辛的情況 被辱罵的情況 局長承認 如果辱罵的程度是很過份的 都有現成的罪行去規管的 例如阻礙公職人員執法這些罪行 但是要做到這個程度 要達到很高才可以告到 他認為這些辱罵的行為 是打擊公職人員執法 局長說人員覺得不掃罵 覺得很威風 不斷罵你也沒什麼 因此他覺得是需要想辦法去處理一下這個問題 而其中一個考慮的方法就是立法了 看來局長將會很忙 要馬不停地立法 要立很多條法例 不過現時立法會的大形勢下 這些工作應該比從前輕鬆得多 不知了 明後 roast 好 Very Good 逢星期四晚點最高興 在這裡當然是音樂不停 如果你們都想看到明星 當然你們記住要看Steven King 這裡不是跟你在賣廣告 那麼多好東西看 你們應該懂得做 所以看完 看完 看了這個show 記住大家可以subscribe Steven channel